古甲武威 古甲武威 古力和老武 一前以後往前走去 武力神器火線搖頭白尾 老武半信半疑 東張西望 村林裡的野豬啊 為了那梅花路啊 看見狐狸大搖大擺著走來 和平常很不一樣 都覺得很奇怪 再往狐狸身後一看 呀!一隻大老虎 大大小小的野獸 頭下的轉身就跑 瘋瘋的老虎受騙了 狡猾的狐狸是藉著老虎的威風 才把野獸嚇跑著 小河流 小河流 一條小河唱著歌 劉呀流 她太急了 一頭撞在了一座大山上 哎呀 放得我好疼啊 小鹅在西红 放着大山哭着说 我流过匆匆的沙土 我流过滑滑的泥地 花儿给我唱歌 青草跟我游戏 我跳过大树的根 我穿过小小的鸟 大家都跟我好 只有你 又高又大的山 装成了我 你最快乐 大山笑着说 也哭了个爱的小鹅 刷几个跟头怕什么 它能让你长力气 你看山里的水水 从高高的跟上跳下来 你一路上要摔多少个头呀 可是 泉水唱着开乐的歌 勇敢的向前边跑 从来也不哭 小鹅一听 笑了 他一边擦眼泪 一边说 泉水弟弟 我们做朋友啊 你真勇敢 我要向你学习 泉水说 顾顾顾顾顾顾 比我更勇敢 它从最高的山顶上跳下来 你一点也不害怕 还大声的笑着跳着 我的胆子在 什么困难也不怕 你看它把硬硬的石头 抽起着这样光滑 小鹅高兴的叫起来 勇敢的顾顾 你真好 我们做朋友吧 我们手拉手 一起向前流 滚水鼓鼓快乐的流进了小河 滚过无数的高山 带着千万朵浪花 它们变成了一条大章 唱着歌儿 让大海流去 花腹追日 花腹追岸 太阳的故事 是奶奶告诉我的 我的奶奶又是听她的奶奶说的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 世界上还没有灯 每天早晨 太阳从东方升起 给世界带来光明 给世界带来光明 晚上 太阳从西面落下去了 到处都是一片黑暗 有个将花腹的人倾向 如果我能追上太阳 把他抓住了 把他抓住了 不再让他落下去 那才好呢 爬木真的去追赶太阳 他处着一根木棒 沿着黄河大路追赶太阳 睡呀睡呀 只觉到越追越热 越追越渴 他低下头一口气把黄河里的水喝干了 可是 他还是觉得可疑了 他又感到胃河旁边 把胃河里的水也喝干了 花腹却不知道 因为自己离太阳太近了 就是喝再多的水也是没有用的 花腹还想到远方的大湖里去喝水 可是 走到半路就渴死了 花腹怕就死的时候 他手里的木棒一扔 这根木棒就变成了一片草树林 住上铁满的又大又红的草子 这是花腹留给赶路赶着口渴的人吃的 很苦开千地 听说在人条人条以前 天和地都连在一起 圆圆的像一个大地带 这地带里有一个人 名字叫寒骨 寒骨在地带里面 觉得很不舒服 他想让我快点长大 白发跟蛋打开吧 他不长得很快 他的力气也很大 他不长他长大 等到大地带成路下他的时候 他就用力一顶 空的一生 在地上生成了两半 他口上的那一半就是天 脚下的那一半就是地 这一下 他不长得更快乐 他就这样 抵着肩 踩着地 一天一天的长 一直长了一万八千年 他不长得更高 天和地也离得越来越远 一天 他不看着头上的天 和脚下的地 听讲 这天和地的中间梦梦的 让我来家乡的东西吧 他不知己的 我也变成万养 又也变成月亮 身子变成高山 血变成河 他最低的气变成了 从此以后 我们的这个世界啊 就成了现代的样子了 耶 好棒 谢谢大家